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攻略 元神,西格文传说任务副本宝箱共四个谎言的温度 海经之章第一幕 谎言的温度,海经之章第一幕 然后你坐到一半的时候 你来到这个新凤丹科学院左上角这个位置 在这个里方有个副本 然后我们来坐下这个副本的宝箱收集 那这边进来 好,进来之后呢,这边直走 直接摔家呀 然后前方这边左转 然后这里的话会有些小怪 来把这些小怪直接秒了 好,咀嚼掉之后呢 前方左手边这里会有个精致宝箱来开一下 开到这个宝箱之后呢 继续跟着任务直行往前走 然后这边的话右转 从这个电风扇里面进来 然后从这个跳下来 然后直走 小地图右边这个方向直走 好,然后这边对方画之后呢 继续跟着任务直行往前走 不必信机 小地图右边这个方向 然后前方右转 好,再左转 好,小地图右边这个方向直走 这门好凶打不开啊 好,这边对方画之后呢 往右手边转 小地图下方这个方向 左边走上来 好,过来之后呢 在这里的话有一段小解谜 门也是关着的 然后我们先回头开向旁边 这里的话有个右转转 我们先点击一下旋转 检测到有货物通货 太蒙闭嘴 开开的门 太蒙闭嘴正好有队 顺时针旋转一些 我们想办 然后直走开到门口 试试吧 在我们前方的话 这边的话有个货车 我们要去到这边货车这里 然后这边点击启动 然后这边的话再点击这个 顺 点错了 这边的话我们要点逆时针旋转 这边的话我点错了 然后我们推过来之后呢 点逆时针旋转 好,旋转到这个 门的方向 然后我们这边点击启动 好,退过去 然后这边门就开了 好,接着我们直走进来 先来之后呢 在我们左手边这边有个宝箱 但是现在开不了啊 我们先不管它 先回头 看向小地图下放 然后从那边爬上来 然后过来之后呢 这有个怪物震舌的普通宝箱 来把这些怪秒了 好,解决怪要之后呢 来开启一下这个宝箱 箱子拿完之后呢 来继续往前 这里的话 那也是一个推车解谜 那我们在这边点击启动货车 好,跟着直走过来之后呢 在我们的左手边 这边的话 我们先点击顺时针旋转 把它往左边这个轨道转 把这个轨道变到左边 然后来到左侧这里 这里的话 我们来到前方 这个院地方 我们点击启动货车 然后把它推了过来 推过来之后呢 这边我们也要把它转到左边去 这个轨道转到小地图上方这个方向 我们点击 顺时针点错了 我们也要点逆时针 往左边转 把这个轨道转到左边去 这边的话是当时点错了 好,转到左边 然后这边的话点击启动货车 总之就是把这个货车给推过去 然后我们再点击顺时针旋转 然后把这个轨道转到右边去 再点击顺时针旋转 好,转到右侧之后呢 来这边的话 我们这个就连通了 我们就可以点击启动货车 然后就可以把货车运过来了 好,运过来之后呢 总之这边就是先把门前的这个货车 然后运到左侧 然后这边的话就有位置了 我们再点击顺时针旋转 然后把这个有货物的货车 给运到这个门口 好,把前方那边的货车挪开就行了 这边门就开了 接着我们继续往前的 然后在左车这边左转 好,这里的话来对话 好,对话之后呢 我们西方向地图左边 直走 然后在我们左手边 这边有一个普通宝箱来开一下 好,开到这个宝箱之后呢 回头 在我们旁边有个门 然后这边的话点击开启 好,开完门之后呢 直走就行了 然后我们对话之后呢 来继续 把这边用小关来清一下 解决掉之后呢 这里的话就是最后一个宝箱了 那这个副本的宝箱设计完毕了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